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 发出从获的计量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发出从获成本的计量方法 主要介绍四种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从获成本的结转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 发出从获成本的计量方法 也就是说当企业发出从获时 我们要计算发出从获的成本 采用哪些方法呢 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 第一个先进先出法 第二个移动加权平均法 第三个是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第二个方法和第三个方法 都是加权平均法 只是第二个方法是移动加权 第三个方法是月末一次性的加权 还有第四个方法个别几家法 等一会儿我们一个一个介绍 另外提醒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叫后进先出法 这个已经取消了 我们国家2007年以前 可以选择采用后进先出法 自2007年执行新的从获准则开始 取消了后进先出法 不可以用这种方法 知道一下 另外一个提示 对于性质和用途相似的从获 我们可以采用相同的方法 选择题注意这个选项 说法对错 我们过一遍 有个印象 这个很好理解 你性质上 你用途上 是相同的 或者相似的 当然是采用相同的方法 来确定 发出从获的成本 那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 方法给大家介绍 首先介绍第一个方法 先进先出法 顾名思义 先进来的 先出去 称之为叫先进先出法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小公司2023年3月1号 阶层B材料3万件 每件实际成本是10元 3月5号和3月20号 分别购入该材料9万件和6万件 每件成本分别是11和12 3月10号和3月25号 分别发出该材料10万5千件和6万件 要求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 甲公司2023年3月份 发出B材料的总成本是多少 也没有两批发出的 第二个是计算 B材料 2023年3月31号的阶层成本 也就是期末的余额是多少 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版书 来解释一下 什么叫先进先出法 根据什么条件 我们把企业有关原材料B材料的 进出情况 通过定型账户来演示 这儿不是金额 主要是数量 3月1号 期出余额3万件 每件10元单价 3月5号 购进来9万件 单价是11元的 然后3月10号 发出10万5千件 请注意 我们选择先进先出法 先进来的先出去 那么发出的10万5千件里面 有3万件 按照单价10元来算 还有7万5千件 按照单价11元来算 这就是先进先出法 算出这一批发出从获的总成本 3万乘以10 加上7万5乘以11 那么剩下的 还有一万五千件 这一万五千件 大家想一想 它的单价应该是多少 先进来的先出去 相当于这个9万件里面 还剩下一万五千件 所以它的单价是11元 根据题目的条件 3月20号又购进6万件 单价是12元 然后3月25号 发出6万件 那这个6万件的成本 能不能就直接按照12来算 那不行 我们是先进先出法 先进来的先出去 应该按照顺序来 这是11的 然后还有4万5千件 按照什么 按照12来算 所以期末余额 剩下的1万5千件 它的单价应该是多少 12个 这就是先进先出法 然后把两批成本 发出从货成本 加起来 就是本期发出 从货的总成本 下面看 计算过程 甲公司2023年3月份 发出B材料的成本 3万乘以10 75,000乘以11 就是这一批的 然后第二批的 15,000乘以11 还有45,000乘以12 算出本期发出从货总成本 第二步 我们再来算 节存成本 节存成本 就是期末的数量 其实算出来就 15,000乘以12 就可以了 18,000 方法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教材没有立体 所以通过立体 给大家 解释一下 接下来 第二种方法 叫移动加权 平均法 这种方法的特征是 每一次 你够进从货时 就需要算一个 加权平均的单位成本 怎么算呢 那就是 你原先 库存从货的实际成本 加上这一次 够进来的成本 合在一起 除以分模式 原先的数量 加上这一次 够进来的数量 合在一块 加权了 算出一个均价 单位的成本 然后 发出从货时 我就按照 上一次 就这一次发货之前 当时 够进来从货时 算出的那个均价 就刚才郭浩一这个成本 乘以发出的从货的数量 这样 本次发出从货的成本 就算出来 月末呢 月末就等于月末的数量乘以 月末从货的单位成本 也给大家举个例子 和刚才题目的条件一样 我就不再念一遍了 我们直接画一个丁字形账户 3月1号 算出的那个均价 算出的那个均价 就是作为这一次发出的单位成本 一成就是发出从货的总成本 剩下的也就是之前的均价 又够进来了 那再算一次 然后发出时就按照第二次算出来的这个均价 分别来算发出从货成本 下面我们看一下其算过程 第一批 从货构进时 9万乘以11 那么 西出的 加上今天构进来的 合在一起是总成本 除以他们的数量 算出每一件的均价 10.75 那么 3月10号发出时 第一批是3月10号 发出时 10万5千件 就乘以这个均价 就可以了 那么3月10号发出 从货以后余额是多少呢 余额就剩下的数量 剩下还有一万5千件 也是乘以这个均价 是剩下的结层的 单天结层的从货成本 然后 第二批 3月20号又够进来了 是吧 3月20号又够进来了 那么 当初 刚才算出一个余额在那 加上3月20号又够进来的成本 合在一起 再算一次均价 除以它的数量 算出均价11.75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每够进一次 我们就需要算一次 平均单位成本 这就叫移动价权平均 等到3月25号 发出从货6万件时 就按照刚才那个均价 就是上一次算的均价 构进来的时候均价 来乘 算出 这一次发出从货成本 那么剩下还有15000件 乘以11.75 作为期末 阶层的余额 就可以了 那么两者相加 把它加在一起 第一批的和第二批 发出从货成本 合在一块 这是发出的总成本 阶层成本 就是刚才的15000件 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倒挤出来的 期出30万 加上本期购进来的 减去本期刚才算出来的这个数字 剩下就期末了 这也可以 这就是第二种方法 移动价权平均法 再看第三种方法 月末一次价权 也是加权平均 但是比刚才那个方法 工作量小一些 这是比较偷懒的人 采用的一种方法 选择的一种方法 啥意思呢 每个月到月底 我一次性算一个 单位平均成本 把单月所有购进来的 这个数量 加上期术的数量 作为分母国 然后分子是当期购进来的 这个成本 加上月初的成本 这是分子 算出 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也就是这样一个公式 这是月初的 这是本期购进来的 所有的求和 然后 除以他们的数量 一个月算一次就够了 我们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是懒人的方法 选择的方法 这样呢 我们月中的时候 不需要算 加权平均 月底一次性算出来就行 有同学说 那有什么好办法 干嘛用前面的方法呢 割有利弊 待会我把方法介绍完了 我跟你说一下 好 月底呢 我们算出一个 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那么本月发出多少数量 乘以这个成本 发出总成本就出来了 月底还有多少数量 乘以这个单位 仅仅成本 月底的总成本 多少也就出来了 方法应该很好理解 下面我们来看一道题 甲公司2023年3月1号 结存B材料3万件 还是刚才来到题 我也不念了 我们直接看计算过程 本期月初是3万件乘以10 加上本月份购进两次 去整这个月 购进的所有都加在一起 除以他们的数量 算出一个均价 当然这个均价呢 我就保留两位了 因为这个除不净 保留了两位 那这样我们本月发出的 两批从货合在一起的数量 乘以这个均价 就是本月发出的总成本就出来了 那么本月结存的成本 这个合起来是15000件 乘以这个均价 就是期末结存的成本 方法很好理解 或者期末从货这个数量啊 用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更稳妥一些 西出的 加上本期购进来的成本 减去刚才在这算出来的一个 发出总成本 剩下就是期末的 我们发现这儿呢 和刚才这儿呢 金额不等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计算的均价有关系 11.16666 是这样的关系 你保留的小数点越多 食物当中可能保留的小数点要多一些 我们计算题 考试题 可能说保留两个小数 或者把它设计成 我们能够整除的 就可以了 那这个不是个事 给你说明一下 因为四手五入的原因 有误差 这就是约莫一次加权平均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说明一下 就是刚才所讲的一个问题 有东西说 这个方法挺好的 挺省事 节省工作量嘛 干嘛要用第二种方法呢 各有利弊 第三种方法 刚才说的 它的优点就是 工作量减轻了一些 我们只要算一次 不要月中 够进来算一次 够进来算一次 太麻烦了 但是有个问题 不便于管理 怎么个不便于管理呢 比如在月中的时候 管理层 或者你们领导 那问你 问你这个财务 比如今天是3月15号 他说今天3月15号 你这个存货 已经发出多少了 数量你肯定是有的 你发关心的是数成本 你回答不出来 因为我们只有等到月底 才能算一个均价 我们没法提供这个数字 相反 移动加权平均它就可以 因为它每一次 够进来算一个均价 然后每一次发出去 也就按照上一次 算的均价一成 那么 发出的成本 把之前1到 3月1号到3月15号 我们发出了多少次 每一次的成本 我们都算出来了 汇总一下 我们就能给领导 汇报这个数据 这是第二种方法 它的优点 第三种方法就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它不便于 重获的一个管理 给大家说明一下 各有利弊 第二种方法 反锁呗 但是它能及时的 向管理层反馈 重获的一些成本的情况 第三种就不行了 再看第四种方法 个别计价法 个别计价法呢 又称为叫个别认定 啥意思呢 构进来以后啊 逐一辨认 你是多少 我就按照多少算 你构进来的时候 是多少 我就按照多少算 不是和 像前面那些方法 和别的从获 每一批次的从获 都混在一起的 它不是 它是哪个批次 成本是多少 那就一直按照这个成本 逐一辨认出来的 叫个别计价 那么这种方法呢 计算起来比较准确 因为你当时买进来 多少就是多少 不像加权平均 毕竟还是平均了一下 是不是啊 往往这种方法 适用于什么呢 比如说 像珠宝商店呢 名画呀 像这些 你珠宝行里面 有的单价 可能是几百元 有的几千 有的几十万 你怎么好均价呢 是不是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一般来讲 逐一的辨认 叫个别计价法 好 知道一下 这就是发出存货的计价方法 四种方法 给大家介绍到这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存货成本的截转 什么叫截转呢 就是存货已经 对外销售了 出售转让了 我们重点掌握 我们重点掌握企业销售存货 销售商品 销售原材料 企业在销售商品时 一方面要确认收入 同时为了配比原则 我们要同时截转成本 这就是截转 截转到哪呢 营业成本 什么叫营业成本 我们现在刚开始学 营业成本不是会计科目 它是报表里面项目名称 利润表里面 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 营业成本实际上 包括主营业务成本 以及其他业务成本 比如企业销售库存商品时 截转成本 那就是主营业务成本 但如果企业销售原材料 截转成本 借其他业务成本 代原材料 那就是其他业务成本 这个问题很好理解 再看第二个问题 对于已经出售的从货 如果之前具体了跌价准备 也要把它截转掉 这个从货跌价的准备截转呢 相应的也是充减主营业务成本 或者其他业务成本 借从货跌价准备 如果是库存商品 那就带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是原材料 那就带其他业务成本 这是一个考底 那这什么意思 怎么借从货跌价准备 带这两个科目 有的同学不太熟悉 这个没关系 先跟你说一下 等一会儿后面 我会详细的讲这个问题 在从货跌价准备里面 我会给大家讲 什么叫截转 从货跌价准备的截转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从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转回和截转是不一样的 好 先把这个考点提醒一下 问题保留在这 后面我们再说 好 这就是第二个问题 跌价准备 那下面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再解释一下 就刚才这个问题 不是叫考点吗 怎么理解它 贾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员 贾公司某商品 2023年3月31号 占面余额是1200万 以具体跌价准备100万元 2023年4月10号 贾公司将善入商品 对外出售 售价是1000万 增值税税额是130万 陈入银行 那么贾公司2023年4月10号 出售这个商品 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 销售商品 一方面确认收入 另一方面要截转成本 同时这道题 还有跌价准备 要预解转 看下面三笔分路 第一笔分路 确认收入 这个大家熟悉 第二笔分路 就是刚才所讲的括号一 要截转成本 积到主义又成本里面去 第三笔分路 就是截转跌价准备 注意这个科目 截转跌价准备 因为这个从货 我们已经出售了 没有了 但是这个从货 曾经还具体有跌价 从货跌价准备 100万在那 所以我们今天 必须要把它截掉 如果你不把它截掉 你想一下 从货都没有了 站上还有一个 从货跌价准备 那谁的跌价准备了 你从货都没有了呀 所以要进行截转 关键是这个科目要注意一下 截转是带主义又成本 另外说明一下 这两笔分路呢 我不建议大家合在一起写 因为我们有的资料上 他把两笔分路合在一块 该合的合 该分的分 分开来好理解 第二笔分路干什么呀 专门就是截转成本的 第三笔分路专门是截转 从货跌价准备的 我们按照他这个要求 一个一个来 你干什么的 每一笔分路又每一笔要求 好 给大家说明一下 你合在一块 不容易理解 还容易搞错 该分开的还是要分开 这样很特别清楚 好 这就是第二阶的内容 还有一个括号三 企业的周转材料 我们前面讲过周转材料 如果它符合从货的定义 和确认条件 那属于从货 比如像包装屋 DG号屏 建筑单位的模板 小鼠架等等 像这些周转材料 这些周转材料呢 它在截转的时候 请注意 原则上 按照使用的次数 分期记录成本 称之为叫分次贪销法 咱们有的同学 可能以前学会计 什么叫55贪销法 什么叫55贪销法呢 领用的时候 贪销50% 然后消耗结束的时候 就使用的 结束了 再贪销50% 割贪50% 顾名思义 叫55贪销法 但是如果金额叫小的 那就算了 别搞很多次了 有的还要分三次 五次六次贪销 那么如果金额叫小的 那就是一次转销法 知道一下这个问题 周转材料 它的分摊 好 这是第二节所讲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节 期末 从获的计量 讲三个问题 应该说 这一节是我们这一章的 重点部分 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 从获期末计量 即从获 叠加准备计题的原则 从获的初始计量 是按成本计量 但如果问你 从获的期末计量 请注意 是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来进 当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时 那没问题 这个从获没有减值 我将来可变现收回来的净值 比成本还高 我是赚钱的 俗话说 本着谨慎性 我们按成本在报表上列势 反之 如果从获的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 你可变现的净值比你成本要低 意味着这个从获跌价了 同样是本着谨慎性的信息质量要求 我们赎低的原则 按可变现净值在报表上列势 比如成本是一千万 成本是一千万 可变现净值等于九百万 那在报表上 该从获的诈明价值 以多少列势呢 以九百万列势 因此我们要对这个从获啊 要对这个从获计题 从获跌价准备 一百万 借资产减的损失 再从获跌价准备 那这儿呢 成本 其实就是历史成本 我们取得的成本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第一章学习的 会计要素如种既然属性 第一个就是历史成本 第二个是重置成本 第三个就是可变现净值 成本很好理解 就是历史成本 关键是这个可变现净值 它怎么计算 我们只要把这两个算出来的 一比较就知道有没有跌价 有没有减值 是不是 如果减值 编着会计分落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谁 可变现净值 所以下面第二个问题 专门讲可变现净值 什么叫可变现净值呢 它是指企业在日常的经济活动当中 从获的估计售价 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再减去估计的销售税费 算出来的一个净额 称之为叫可变现净值 首先请大家注意 这是估计的 假如企业在2022年12月31号 有一批从获成本是1000万元 这批商品成本是1000万元 我们要计算它的可变净值 首先要计算它的估计售价 然后再减去估计完工成本 再减去估计的销售费费 这是产成品 估计完工的成本不需要了 我已经完工了 所以呢 有可能会减化 就减去销售费费 从这个公式请大家看 注意 都是估计 什么意思呢 毕竟我今天没有对外出售 而是假设 如果这个库存商品 我对外出售了 售价减去税费 最后可变净值是多少 可变现 到手 我的净额是多少 第一个项目 估计售价是现金的流入 这两个其实是现金的流出 是不是 现金的流出 流入减流出 净值 这样来理解 那么具体在计算 可变现净值时 要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企业持有存货 是直接用于出售的 另外一种情况 持有存货 还需要进一步加工 比如你现在持有的是原材料 我是打算加工的产品 才对外出售 所以分两种情况 来计算可变净值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 如果直接对外出售 比如产成品 商品 甚至包括用于出售的原材料 这个原材料 我不打算加工产品 我打算直接对外出售 那意味着不需要再发生完工成本 不需要再发生加工成本 因此刚才这个公式里面 这个项目 我可以简化为零 那么这个公式就简化为这样的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但是如果是需要加工的存货 请注意 比如 大部分情况下 材料都是用于生产的 而不是直接销售 那既然是用于生产的材料 就意味着它需要加工 将来我是加工的产品 对外出售 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材料 在计算可变现净值时 也是按照估计售价来算 但是这个估计售价 不是材料的估计售价 是指这个材料 如果加工成产成品了 产成品的售价是多少 我们最终是以产成品来进行核算的 如果将其加工成产成品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估计将要完工的成本 这个数字可能是有的 因为这个材料是用于加工的 需要加工用于生产的 还要再发生人工费 还要发生其他的费用 所以这个成本再减去 然后再减去税费 同样的道理 这个税费要按照将来 销售产品的税费 不能按照材料的税费 材料我又不出售了 我减材料的税费干什么呀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题目时的细节问题 题目有可能也给我们材料的售价 用不上 唯一的用途就是为了迷惑力 让你犯错了 所以这一块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接着一个提示 这是我们今年教材 增加的一丢丢 这一章的一丢丢的小问题 那就是这个销售费用 不仅包括在销售过程中 所发生的增量成本 什么叫增量成本呢 没有这个销售 就没有发生 不会发生这个成本 比如说运输的费用 为了销售 履行这个合同 或发生的运输的费用 这就属于这个销售费用这一块的 还有呢 另外其他的成本 比如说销售门店 发生的水电摊销的一些费用 像这些 知道一下 不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来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确定从获可变现净值 应当考虑的三个因素 首先第一 应当以取得确凿证据为基础 我们刚才说计算可变净值 应当等于估计售价 减去估计 完工成本再减去税费 毕竟都是估计的 估计的售价 你必须要有确凿证据 你不能因为想避免减值 你有意的高估他的估计售价 明明是每吨是两万元 然后你说每吨是五万元 然后算出来结果是没有减值 自己骗自己 那是调 实际上是为了调节疑问的 明明可能会发生减值 然后你不是以确凿证据为基础 而有意的估一个高估的价格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要以确凿证据为基础 包括成本也是如此 成本 比如说我要看你的产品成本计算单 你不能随意的估一个成本出来 第二点要考虑持有从获的目的 什么叫持有从获的目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两种情况 你是打算直接对外出售 还是需要加工 选择题 考这个选项就这句话 选项问你对错 第三点 确定从获的可变禁止时 还应当考虑资产负债表 日后实际的影响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日后实际项 我们后面有一章 叫资产负债表日后实际项 在这儿呢 我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日后实际项 看一个图表 上市公司 对外公布年报 并不是说在12月31号一结束 立马就可以对外公布年报 比如说在报告年度是2021年 报告年度是2021年 今天是2022年4月20号 假定啊 这家上市公司 在2022年4月20号都要公布 为什么间隔这么长时间呢 因为上市公司的报表 首先要涉及到母子公司编制合并报表 下面子公司报表编制好了 我们才能进行合并报表的编制 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因素 那就是上市公司的年报 必须要经过审计 你的季报半年报可以不审计 但是年报必须要审计 那么需要一定的时间 今天2022年4月20号 注册关系室出去了审计报告 那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所以这一天就称之为叫财务报告 批准报出日 先把这两个时间说一下 12月31号叫资产扶债表日 今天报表对外公布 叫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在12月31号之后 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期间 也就是说报表还没有对外公布 这段时间里面 上市公司有可能发生一些情况 发生一些交易事项 比如说 在3月10号这一天 甲公司有一项畏决诉讼 当时在2021年12月31号打官司 法院尚未判决 甲公司当时在2021年12月31号 预计要败诉 所以当时预计了赔偿金 比如说一千万 既在营业外支出日 然后今天3月10号 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出来 结果要赔偿一千二百万 那么这个事和报告年度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当时法院尚未判决 只是预计是一千万 现在结果出来了 是一千二百万 联报尚未对外公布 这属于资产负债表之后 事项 并且作为调整事项 要调到2021年12月31号联报里面去 将原来预计一千万的营业外支出 要调整为一千二百万营业外支出 这样最终在4月20号 都要公布的报表上 是按照最终反映的结果 这是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之下 反之另外一种情况 比如在3月10号这一天 甲公司发生一起重大火灾 导致产盘全部烧毁 从获全部回省 那这种情况跟资产负债表日 2021年12月31号及之前 有联系吗 有关系吗 那没有的 这是意外事件 那有联系那就麻烦了 那成了有预模的了 是不是 那这个事呢 也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因为报表上未对外公布 发生了重大事项 但是它和资产负债表日 2021年12月31号及之前 是没有联系的 因此 这一次今天这个火灾造成的损失 比如说预计3000万 这个不能反映到2021年报表里面去 它属于2022年的事情 那2022年的事情干嘛 要作为调整 作为资产负债表之后实现呢 因为这是个重大事件 你报表上未对外公布 应当即时在对外公布的报表里面要披露出来 你要告知投资人 告知财务报告使用者 信息披露 你没有披露 那你这个就有问题了 那就是产生信息披露的问题 实际上会触犯法律的 那么这就是资产负债表日后之下 当然是什么呢 是非调整式的 不要调整 但是要披露 这是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资产负债表日后实现 也就是刚才这个名词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这段时间 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 从获的价格发生了波动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 这个从获的价格波动是对资产负债表日12月31号 从获已经存在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 那么我在确定从获可变禁止时 应当予以考虑 反之 如果与资产负债表日12月31号没有关系 那就不能考虑 那就不要考虑 这什么意思呢 挺抽象的 我们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首先第一个例子 那就是去年的事情 因为这个时间表是2022年 报告年度是2021年 大家清楚啊 报告年度是2021年 我们现在处在2022年 本年度是2022年 假定啊 2022年呢 大家知道上半年发生一件事情 两月份两月底的时候 而无冲突 其实距离我们今天2023年实际上是已经一年多了 我们现在的时间表是站在注意啊 站在2022年角度来说的 打比方说 假公司 有一批一批从货 在2021年12月31号 成本是1000万 可编线净值是900万 所以当时呢减值了100万 跌价准备 报表是在2022年4月20号 特别公布 然后 在3月10号这个时间点上 由于2022年 两月底 俄乌发生冲突 导致 这个产品的价格 暴涨 这个咱们有的同学 可能了解这个方面的问题 去年 在俄乌冲突的时候 很多化费啊 半导体啊 还有很多啊 天然气啊 材料价格爆炸 哎 假公司属于这种从货 他说 在3月10号 这个价格上升到多少呢 1200万 哎 他说当初我们算下来 这个可编进值吧 是1200万 我们当时算900万 所以减值了 那今天这个价格涨到1200了 我是不是可以把原来 那个几百万跌价准备 调回去呢 我现在斩价了呀 不可以 因为这个事和你当时12月31号已经存在的情况 当时在12月31号 我们按照当时的情况算了可便进值 现在价格上涨的原因和于当初已经存在存在的情况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现在价格飞暴涨是因为俄乌发生冲突 俄乌的冲突这个事情你在2021年12月31号 你就已经知道了吗 不知道 所以这件事 不予考虑 你当时提在2021年12月31号提了100万的跌价准备 那就是100万跌价准备 报表对外公布是依旧是提跌价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再看第二个案例 站在今年这个时间点上 注意时间点啊 报告年度是2022年了 本年度2023年 什么事呢 2023年新冠疫情大家都扬过了 当时啊 在2022年底 假公司这个从获这么一千万 可便进值是900万 当时的市场价格不高 导致计算出来的可便进值只有900万 因为当时呢 当时呢 2022年12月底的时候 整个疫情影响很大 企业在预计啊 现在市场价格都不太好 所以计算出可便进值是900万 哎 没想到 这个元旦一过 然后春节发现一过啊 发现大家都养好了 没事了 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开始涨起来 哎 这个时候假定价格上涨到可便进值 等于1100了 那么这个事情大家想一想 和资产负债表示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当时那个新冠疫情预计的时候 预计为900万 现在疫情好转了 那这个和当时是有联系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当将原来提的跌价准备可以调回去 可以考虑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段文字 一起来再看一遍 资产负债表示 这12日财务报告批准报出之间 如果从获价格的波动 有确凿证据表明 对资产负债表示存在 从获已经存在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 和当时是有联系的 那么我可以调的 比如我刚才举的第二个案例 新冠疫情的情况 否则不用考虑 比如第一种情况 给大家说明一下 另外我再说一下 把这个题目延伸一下 如果案例一 我为什么在说这个案例一的时候 说2021年是报告年度 2022年是本年度 本年度2022年 是因为这个案例 如果放在2023年来说 那就不是非调整事项了 那就是调整事项 因为这个事情 在2022年12月30号 已经确定的是什么 反过来说 第二个案例 我讲一下新冠疫情这个事情 2020年4月20号 假定是2020年4月20号 对外公布2019年的报表 当时这个新冠疫情 是在2019年12月30号 并不知晓 并没有爆发 只是在2020年的1月底 是不是 大家有印象吗 2021年春节起源的那几天 开始爆发的 所以当时上市公司 在对外公布2019年年报 听清楚 公布2019年年报时 当时将新冠疫情的影响 是作为非调整事情 那是对的 因为在2019年12月30号 并没有发生 好 给大家这样延伸一下 你进一步的理解 你去推导一下 理一理这个思路 同样的事情 在不同的期间 其实判断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现在上市公司 对新冠疫情 它就不能作为非调整事项 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个问题 这是这一块的主要问题 那就是从获期末的计量 和从获叠加准备的计题 刚才我们说了 从获期末计量 判断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赎低来计量 成本很好理解 那就是历史成本 可变现净值是要计算的 在计算可变现净值时 关键是把估计收价 确定下来 然后减去估计完工成本 减去税费就可以了 算出可变现净值 然后与成本比较 有没有减值 那就清楚了 所以我们的关键问题 都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估计售价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括号一 从获估计售价的确定 从获估计售价在确定时 就是售价 销售价格 在确定时分两种情况 你有没有签订销售合同 有 或者是没有 所以下面我就分两种情况来说 首先看第一种情况 持有的从获有销售合同约定 我签订有销售合同 那么大家想一想 签订有销售合同的 我们在将来销售时 肯定按照什么价格销售 合同价格是不是 那既然合同价格 那接下来我们又分三种情况 细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合同的数量等于企业持有的数 我们仓库里面有100吨 专门就是用于这个合同的 它也是100吨 那也很好办呀 这个合同 是数量是100吨 仓库里面也是100吨 那么这个仓库里面100吨 可以全部按照什么价格 按照合同价格来算 算颗 算估计售价 还不是可变进质 它是作为可变进质的计算基础 什么叫计算基础啊 是说把这个价算出来 这叫计算基础 然后你再把这两个算出来 那就叫什么 那就叫可变进质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又细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本身就是产生平 完工的 还有第二种情况是 我是签了合同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加工成产生平 而是购买了原材料 原材料是干什么的 就是用于加工这个合同 这批合同的产生平的 那么下面分两种情况来看 第一 如果是现成的产生平 是用于这个合同的 那毫无疑问 就以合同价格作为估计售价 举个例子 我们教材上说的很简单 文字表达一下就过了 没有立题 所以我们每种情况给大家都补充一道立题 立题看完以后非常清楚 以后就知道怎么做了 2022年12月1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定一份不可撤销的销售合同 双方约定 明年5月25号 甲公司按每台62万元的价格 将乙公司提供W型机器100台 2022年12月31号 甲公司W型机器的总成本是5600万 数量为100台 单位成本每台56万 2022年12月31号 市场价格是每台60万 如果这个商品有销售合同 我们就不用看市场价格 我们要看的是合同价格 合同价格是62 题目给我们一个每台60 就是干扰你的 我们做题目 要学会 要辨别 有些无效的条件 筛除掉 甲公司销售 税费是售价的10% W型机器在之前没有跌加准备 以上价格均不含增值税额 首先我们不用看后面答案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是100台 是不是啊 我们仓库里面也真是100台 合同的数量等于持有的数量 也就是说仓库里面这100台 全部为这个合同提供 今天我们仓库里面这100台 它的成本已知 成本已知 5600 关键要算可变性净值 是不是啊 可变性净值等于估计售价 估计售价 这是有合同的 当然是按照合同价格来算 62乘100 就这样来算 这是什么 这是估计售价 减去估计的完工成本 这是产成品 没有完工成本 前面我们不是讲过吗 然后再减去它的税费 税费为售价的10% 题目不是写了吗 10% 这样算出结果就是可变进值 就这样来算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这儿写的比较详细 先把估计售价算出来 估计售价是6200 第二步再算可变进值 可变进值等于估计售价减据税费 5580 成本是多少 成本是5600 减值了吧 减值了 之前没有提过跌加 所以今天就记得跌加准备 20万 记住资产减的损失 这就可以了 好 这是持有的数量 等于合同的数量 而且是产成品 再看第二种情况 材料 也是签订由销售合同 但是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 合同所规定的标的物 还没有生产出来 但是我已经购买了材料 专门用于加工这个产品 这也是从货 也需要提借加准备 这个从货属于什么 属于用于加工的材料 我们前面讲过 用于加工的材料 在计算可变进值时 可变现进值等于估计售价 估计售价是谁的估计售价 是将来其生产产品的估计售价 所以 其实是以产品的价格来算 同时由于有合同 所以呢 估计售价应当以合同的价格 产品的合同价格来算 然后再减去税费 算出可变进值 举个例子 2022年12月26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一份销售合同 双方约令 明年5月20号 甲公司上每台31万元价格 向乙公司提供B产品10台 12月31号还没有生产出来 但是持有的 但是持有的D材料是专门用于生产B产品10台的 说明这个数量都是对应起来的 其扎命价值扣号成本为144万 这个用颜色标了一下 等一会给大家解释 市场销售价格112 请注意 只要这个原材料是用于加工产品的 并且产品有合同的 那么就不用看材料的市场价 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是用加工 这个原材料是用加工产品的 所以不需要看原材料市场销售价格 把它剔除掉这个信息 甲令甲公司将该原材料加工成B产品 发生加工成本150万 税费是10% 下面我们来看怎么计算 还有一个条件 低材料在之前没有发生减值 而且甲公司预计该原材料生产的产品 可变禁止将低预期成本 这什么意思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解释一下 研究说这个原材料 如果加工成产成品的话 这个产成品将来可能是跌加的 是预计要跌加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分析 首先第一步算估计售价 我们要算可变禁止 是不是要等于估计售价呀 估计售价请注意 这是用于加工的材料 刚才说过 必须按照加工成的产成品的销售价格来算 而产成品是有合同的 所以就按照合同的价格 合同的价格来算 31乘以10来算 这是估计售价 第二步 我们算可变禁止 小公司预计这批产品 这个产品今天完工了吗 还没有生产呢 是预测 如果加工成产成品了 它的可变禁止将低于成本 所以这批原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禁止来计量 这句话我们放到下一节课 来给大家专门的解释 什么意思 今天先别去管 今天我们就只算材料 这批材料的可变禁止 等于产品的估计售价 刚才说过是吧 你是用于加工产品的材料 所以必须按照产品的估计售价 由于你是有合同的 所以就按照合同价格来算 反过来说 如果没有合同的 就按照一般的市场价格来算 待会后面也会加 由于你是材料 用于加工的材料 所以要减加工成本 请大家看前面一个表格 如果是用于加工的 我们看一下 用于加工的 大家看这有没有啊 用于加工的 那么必须要减去 估计完工成本 因为你可能还要 发生成本的 因为而且我们是按照 产成品的市场价格算 所以你必须要减掉加工成本 上面直接对外出售的 不需要加工了 加工成本就是领 是不是 加工成本就是领 所以两种情况不一样 你看到材料 需要加工的 那就要考虑加工成本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减去150加工成本 再减去税费 算出来是129万 成本是144题目已知 所以这个从货 跌价15 具体跌价准备 是谁 材料的跌价准备 不是产品 产品还没有生产出来 目前的食物形态 还是地材料 我们前面讲产品 那是预计 如果加工成产成品了 产成品会跌价的 好 那这个题讲完以后呢 接下来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就是刚才这提到一个名词 扎免价值 括号成本 这什么意思 给大家介绍两个名词 第一个什么叫扎免余额 什么叫扎免价值 虽然概念很简单 但是呢 是个细节问题 我们后面有很多地方 会接触到这个名词 我们主要是针对资产的介绍 资产的账面余额 是某资产账户的实际余额 我们在经营会计处理时 咱们有的同学做实物的 能理解这个问题 根据原始评证 编制记账评证 称为叫会计评证 会计评证编完以后 我们要登记账簿 是不是啊 账簿那就是账户了 会计 你的会计分路 借贷会计分路 那仅仅叫会计科目 然后我们要登到登记登账 是不是啊 有总账呢 有明细账 登账以后那叫账户 其实就是我们实物当中的账本 有总账呢 有明细账啊 账本 账本打开 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是多少 那账面余额就叫是多少 是账户的实际余额 另外一个名词 账面价值 它不一样 它是在资产账面余额的基础上 要减去贝底科目 哪些是贝底科目呢 比如说从货跌价准备 比如说固定资产的累积折旧 无形资产的累积探销 以及相应的减制准备 都是贝底科目 贝底科目减完以后的金额 叫账面价值 所以账面价值是一个差额的概念 如果这个从货没有跌价 那么账面价值就等于账面余额 那如果从货跌价了 比如说从货跌价准备 有100这是1000 那么这个从货的账面价值就是900 账面余额是1000 账门打开有两个账户 一个账户叫库存商品1000 一个账户叫从货跌价准备是100 那这个1000叫账面余额 在报表里面 我们要把两个合在一起填列 那叫什么 那叫账面价值 我下面再举个例子 举个简单一点的应收账款 假公司奢销商品 形成一笔应收账款1000万元 那叫账面余额 由于对方财务状况严重恶化 所以我们具体了200万元的坏战准备 这是他的背底科目 因此在账户上 我有两个账户 一个叫应收账款 一个叫坏战准备 应收账款 这个1000万就是账面余额 但是我们在编织报表的时候 我们三招金额填列 那就是账面价值 800的也是 我们在第一章 资产的确认里面就讲过 资产的确认条件 除了符合资产定义之外 还应当同时满足 他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经济力 很可能流入企业 那个200万不是很可能流入企业 报表里面不能列示 否则就虚增了 所以账面价值 其实是针对报表的概念 账面余额主要是 针对账户的概念 如果这个应收账款 没有借价 那么报表上账面价值 和账面余额就相等 所以他有时候会相等 好 这一点呢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你的账户上不能写800万 你每天翻完账本 他欠着我1000万 虽然对方可能坏账 甚至对方坏账一切 全额坏账也有可能的 我坏账准备提1000万 假如对方已经破场 正在破场 我预计收不回来了 全额收不回来 只要你还没有和谐 在我的账本上 我依旧保持一个余额1000万 我每天翻完账本 还想着这事 安慰自己 虽然心里也知道受不到 但是我至少还觉得 还有一点希望 可能对方很 万一活过来呢 又还给我这1000万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账本人一定要保留这1000万 但是我在报表里面 在这种情况下 报表里面就是领了 它是按照占面价值的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 那个债务人破产清算 最后注销了 注销了什么概念 法人没了 就这概念 法人没有了 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有限责任公司 那么有限公司出自额违线 最后就破产清算 最后就没有了 法人注销了 那我死心了 收不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再把它和销掉 应收账款 从贷款充掉 那个时候账户余额才没有 所以注意一下他们的区别 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里面的 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占面价值括号成本144万 其实它就暗示我一个信息 成本就是占面余额的意思 说明一下 刚才没讲 成本就是占面余额的意思 我当时取得成本144 我一直库存商品144 一直是这样的 今天占面价值括号成本 意思也就是说 占面价值也是144 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之前没有跌价 就这么理解 好 给大家说明一下 那既然之前没有跌价 那今天这个材料发生 简直15万 所以今天就要计题15万 这是给大家讲这么一个名词 说明一下 那么归纳一下 就目前我们 马上要接触的一些 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从货啊 应收账款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呢 他们占面价值 比较简单的 我在这列个表 给大家参考一下 当然等我们后面学习了 金融资产以后 那个占面价值 占面余额就相对复杂一些了 到后面再说 好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种情况 企业持有从货的数量 等于合同数量 那么接下来看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大于呢 比如 企业持有从货是100吨 合同是80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持有的100吨 按照什么价格计算 估计收价呢 合同部分 80吨 当然是按照合同的价格了 是不是 合同价格 那么还有20吨 那就按照什么 按照一般的销售价格 也就是市场价格 合同部分 当然是按照合同价格来算了 好 这是就是第二种情况 给大家写个提示 要注意一下 资产负债表日 同一项从货单中 如果有一部分有合同价格 就像刚才所说的100吨从货 80吨是有合同的 合同价格 其他的其余的部分 20吨 不存在合同的 那么应当分别确定起可变性质 不要混在一起 什么意思啊 80吨 算一个成本出来 算一个可变现净值出来 然后这个20吨 也算一个成本出来 也算一个可变现净值出来 鸽字 计算鸽字的可变现净值 然后与鸽字的成本基因比较 分别确定 它是否要计题或者转回 由此计题的跌加准备 不得相互抵消 这什么意思啊 假如合同部分跌加了 比如跌加10万 其余的部分 超过的部分 是升值的30 假如升值30 那么这两个如果合在一块 其实就没跌加 那么就把合同部分跌加了 给掩盖掉了 是不是 因此我们要求 合同部分和非合同部分 必须要分别确定其可变净值 由此 具体的跌加准备 不得相互抵消 下面举个例子 2022年11月3号 假公司与已公司 签计销售合同 约定明年5月20号 向安美代31万的价格销售 销售12台 12月31号 成本是392万 数量14台 诶 有14台 合同是12台 那意味着超出部分是两台 单位成本是28万亿台 12月31号 市场价格是30万亿台 说明什么呢 12台 按照什么价格算 按照合同价格31来算 算估计售价 超出部分 那没有合同的 当然是按照市场价 30台来算 税费为销售价格的8% 之前没有跌价 那下面我们来看怎么算 首先第一步估计售价 我刚才已经说了 12台 合同部分按合同价来算 超出部分两台 按照市场价格来算 那下面计算可变进值 也是分两个部分 合同部分 它的可变进值等于合同 价格31乘12台 减去它的税费 算出它的可变进值 成本是多少呢 每台28万 这部分 合同部分的成本是336 两者相比较 我们发现成本实际上 是低于它的可变进值 没有发生减值 不用提减值 再看超出部分 超出部分 两台按市场价30 减去它的税费 结果是55.2 成本每台28 两台就是56 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下 成本是高于其可变进值 跌价0.8 那么跌价0.8 必须要计题跌价准备 借此差前的损失0.8 你再把这两个 合在一块看一下 刚才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升值的 这个地方是升值的 那么这个地方是跌价的 是跌价的 如果把两个合在一块 你这个超出部分 0.8的减值 合在一块就看不到 那其实就合算 就不精确了 不准确 这个从获就没有 具体跌价 所以不能相互抵消 好 这是个考碟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所讲的这种情况 是一个考碟 这是第二种情况 持有数量大于合同数量 下面再看第三种情况 持有的数量小于合同的数量 持有数量100吨 合同是120吨 那没问题呀 那你所有的持有的数量 都按照什么价格 都按照合同价格来算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当然这个问题要注意 如果是亏损合同的话 还要结合后面会有事项 确认预计负债 这个到后面再说 也举个例子 2022年9月3号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销售合同 约定明年5月20号 按照每台31万的价格 提供W型机器12台 现在我们仓库里面有10台机器 那意味着这10台机器 全部按照什么 按照31万的算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市场价格30万 那这个条件是多余的 那下面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步 我们估计售价 按照每台31万 乘以数量是10台 乘以10台来算 下面第二步 算可变净值 估计售价减击税费279 成本是280 减值1万 这个分路很简单 好了 这个比较容易一些 那么讲到这儿 大家回忆一下 其实我们给大家讲了三种情况 也就是说第一个大问题 下面持有的从护 或是有销入合同约定的 意思也就是说 你签订销入合同了 那就意味着有合同价格 分三种情况 第一 持有的数量等于合同数量 第二 持有的数量大于合同数量 第三 持有的数量小于合同数量 分别怎么处理 也给大家分别举例子 你只要把讲义上这几道例子掌握了 其实题目随便怎么编都可以 你都会的 接下来反过来说第二种情况 那如果持有的从护 没有销入合同 那还用说 没有销入合同 就按照一般的销入价格 也就是市场的销入价格来算 这就很容易了 但是要注意 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块的问题 是不包括用于出售的材料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没有销入合同约定的存过 是按照产品的市场价格来算 用于出售的材料 请注意 不再加工了 跟产品没有关系 出售的材料 如果没有合同 那就按照材料的市场价格来算 不存在按照产品的市场价格 所以这个括号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没有销入合同约定的存过 这句话 包不包括 用于加工的材料 能否包括 用于加工的材料 当然是包括了 用于加工的材料 我们前面已经举过例子 它是应当于 产品的市场价格来算 前面我们讲的是 用于加工的材料 你有合同 产品有合同 那就按照产品的合同价格 作为估计售价 今天意思是说 如果用于加工的材料 用于加工的材料呢 没有签订合同 但是你最终是加工为产品的 那就按照产品的市场价格吧 没有合同价格 就按照产品的市场价格 所以请大家注意 第二点里面是包括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 2022年12月31号 甲公司W3型机器 占面成本是240万 数量为8台 单位成本30万 12月31号市场价格32万 没有签订合同 税费是10% 之前没有发生减持 那么要计算今天 W3型机器的可变净值 你先算估计收价 估计收价肯定按照市场价算了 32来算了是不是 那毫无疑问的 然后再算可变计值 可变计值等于估计收价 减击税费230.4 成本是240 所以减值了 这个效率比较简单 注意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假如考个题目是材料 你要看是用于出售的材料 还是用于加工的材料 用于出售的材料 跟这没关系 用于出售的材料 我们把它专门做一个标题 第三个问题 出售的材料 通常情况下 用于出售的材料 如果你没有签订合同 那毫无疑问 就按照市场价格 这个市场价格是谁 产品的市场价格 还是材料的市场价格 当然是材料的市场价格 你跟产品没有关系 你又不生产产品的 你是用于出售的 前提是没有签订销售合同 所以就按照材料的市场价格 反过来说 如果有签订合同的 也是直接出售的材料 那就按照合同价格来算 按照什么合同价格 材料的合同价格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讲到这 三种情况 三大种情况 第一大种情况是 有销售合同的 分三小点 第二种情况 没有销售合同的 那就按照市场价格 第三个是专门讲了材料 专门讲了一下材料 那么接下来在这给大家归纳一下 材料呢 比较复杂一些 我们要根据它的持有的目的 你是用于加工的 还是用于出售的 如果是用于加工的 那就看产品了 是不是 要看产品 产品有合同的 按照产品的合同讲 产品没有合同的 就按照产品的市场价格 反过来说 如果材料是用于出售的 那毫无疑问 肯定是按照材料的价格 有合同的 按照材料的合同价格 没有合同的 按照材料的市场价格 就这么简单 当然我说明一下 材料 在分析的时候 还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留到下一节课 我们专门讲 用于生产 用于加工的材料 在计算可变进制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 我们这一节课就学习到这 下节课我们再见 拜拜